更新了更新了,僵局逃脱第二期来临,这次送的超级装扮是双胞向日葵 大招确实很帅,阳光都变得帅气了起来 继国际版的广直拿着它的双刀上线后 重版又迎来了黑神化双胞向日葵 非常好的超级装扮,使我妙趣横生 已知黑暗双胞向日葵能够铲除黑太阳 而太阳神僵尸能够吸走阳光 当时吸走阳光炸弹的时候就觉得很惊艳 估计之后吸黑太阳也是非常耐看的 另外这次的黑暗向日葵在幻元战争二日中也是有原型的暗影向日葵 这次的僵局逃脱中有三个精英僵尸 感觉难度比第一期要高一些 精英魔法师僵尸,召唤一个随时间缩小的沉没场 剧烈的植物无法使用能量的大招或世界落地开大 精英国王僵尸每隔一段时间会向场内召唤大量僵尸 每隔一小段时间会向场内三个僵尸释放升级效果 精英魔镜皇后僵尸 基础技能与魔镜皇后僵尸保持一致 但作为精英怪就是皮糙肉厚的 新闻们回忆之旅中 僵尸大战的小游戏也会上线 我最感兴趣的不是这个高坚果巨人 而是火鸡鸡贼 感觉是策划 过了两年半才做出来的 那么咱们来猜想一下 第一个超级装扮是大嘴花 第二个超级装扮是双包向日葵 那么第三个呢 你希望是哪只植物呢 妈你生的小国家 我care的小国家 我希望你 我希望你能开